邪恶之人按理说无法凝聚元气弹 而悟空恢复记忆变成卡卡罗特后 已经不再是单纯善良的孙悟空了 可没想到悟空就是凭借元气弹 将胖伯欧杀死 知道事情不妙的比克召唤出神龙 孙悟凡立马向神龙许愿 让悟空变回原本性格温和的样子 只可惜对于这个愿望 神龙并没有能力实现 因为悟空现在的实力 已经超出了天神和界王的力量 所以神龙无法实现愿望 都说反派死于话多 没想到比克等人没有吸取这个教训 居然没有第一时间许愿而是聊起了天 导致悟空已经来到比克等人的面前 看着突然出现的悟空 孙悟凡和孙悟天也是一愣 反倒是比克的脸突然绿了 胆战心惊地朝着悟空走去 随后装作一副镇定的模样询问悟空 来这里到底有什么目的 但是悟空却反问比克 召唤出神龙要做什么 此时的孙悟天听到两人的对话不对劲 还以为是比克和悟空在开玩笑 但是比克告知孙悟天 如果不能冷静分析局势就赶紧离开 不然留在这里可能会丢掉幸运 这时悟空有点看不下去了 于是单手凝聚了一个大波 比克急忙让特南克斯保护好龙珠 只听见一声巨响 悟空的面前掀起了一阵浓烟 比克抱着孙悟天躲开了攻击 途中怒骂悟空是个混蛋 居然没有丝毫手下留情 而孙悟天还无法接受 自己的父亲居然要杀死自己 另一边孙悟范在危机时刻 想到了把神龙搬起来避开了攻击 破坏力居然只有这种程度 随后悟空变成了超赛形态 正所谓杀鸡烟用牛刀 余下的体力足以杀死比克等人了 此时的悟空开始物色人物 第一个杀死的人选谁好了 比克看到这一幕知道战斗已经无法避免了 这时特南克斯来到悟空的面前询问 自己的父亲贝基塔哪去了 随后悟空露出邪恶的笑容说道 贝基塔已经被我杀死了 特南克斯一听愤怒地变成超赛 但是特南克斯还是留有理性 先是询问悟空 贝基塔是破坏什么了吗 悟空回答了一句 没有 特南克斯再次询问 那么悟空先生为什么要杀死我的爸爸 结果悟空的回答却是 因为想杀所以就杀了 听完后的特南克斯愤怒地冲向悟空 孙悟范本想去阻拦却反被比克拦下 只见特南克斯的攻击落空 转头看到悟空在自己的上空 于是特南克斯瞄准悟空凝聚大波 突然悟空又出现在特南克斯的身后 吓得特南克斯急忙和悟空拉开距离 可没想到悟空利用瞬间移动 来到特南克斯的面前进行拦截 砰的一声 特南克斯被悟空一拳击中 孙悟范看到这一幕 觉得两人的实力差距实在太大了 但是比克却显得有些冷静 这种程度的攻击不要紧 先让特南克斯消耗悟空的一些体力 另一边特南克斯一声怒吼挥出拳头 结果拳头还没挥出就被悟空一脚踹飞 稳住身体的特南克斯看着悟空 随后双手开始凝聚大波 孙悟范看到这一幕觉得要是能打中 即便是悟空也不会安然无恙 最终特南克斯全力铭具的终极闪光 成功击中了悟空所在的位置 比克和孙悟范无比的震惊 难道悟空已经被杀死了 孙悟天有点生气地看着特南克斯 而特南克斯也觉得 悟空已经被自己杀死了 但是比克却让所有人全力寻找悟空的气息 特南克斯一听一呼悟空难道还没死吗 比克先是夸赞特南克斯的攻击确实不错 但是要想杀死悟空确实有点不可能 于是比克打算让神龙先变回龙珠的样子 并且让神龙不要让龙珠四处飞散 最终神龙又变回了七颗龙珠的模样 另一边在戒王星上 我们看到了悟空的身影 并且此时的戒王已经被悟空挟持 还成为了悟空监视地球的工具人 另一边比克等人还不知道悟空在戒王星 依然在寻找悟空的气息 这时特南克斯开口说道 不是我吹牛 即便是悟空先生受到我的攻击也会死 而且现在也感应不到悟空先生的气息 不就是证明悟空先生已经死了吗 就连孙悟天也是这样觉得 认为现在应该用龙珠复活悟空 将还是老的辣 比克作为第一部龙珠的反派 甚至不管消耗到什么程度 打败孙悟空是不可能的事情 特南克斯本想继续反驳 结果却被比克怒骂啰嗦 你们简直是愚蠢的家伙 特南克斯的攻击威力确实不错 但是这种攻击无比的单纯直接 悟空想躲开简直是轻而易举 这时特南克斯才意识到了什么 原来悟空是故意引诱特南克斯放大招 目的就是寻找机会离开这里 比克不得不夸赞悟空 要是能如此轻易将悟空打败 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因为比克作为曾经的大魔王 和悟空交手时深知悟空的厉害 即便在那每颗星上 比克一度超越悟空 但是很快悟空又超过所有人 甚至从杀戮片开始 比克从原本的战斗人员 变成了被保护的人员 所以比克坚定地认为 悟空肯定还活着 孙悟范听到比克对自己父亲的评价 居然这么高 随后询问比克既然爸爸没有死 那到底藏到哪里去了 比克虽然不知道悟空现在在哪里 但是比克的直觉告诉自己 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悟空监视着 可没想到特南克斯依然不相信 悟空挨了自己的大波还能安然无恙 可要真的如比克所说的话 那么下一次自己肯定会杀死悟空 为自己的爸爸报仇 听完后的孙悟天有点不高兴了 两人有意的小船有可能会翻车 反观此时的孙悟范也疑惑 即便悟空恢复了记忆找回赛亚人的本性 可爸爸不还是爸爸吗 随后孙悟天的情况也让孙悟范有些担忧 因为特南克斯和贝吉塔 以及自己则是和比克训练过一段时间 反观孙悟天在武道会之前 曾和自己简单地修炼过 但是孙悟范毕竟不是比克那么严格 所以孙悟天并没有真正的修炼经验 此时的比克察觉到孙悟范的一样 让孙悟范不要给自己施加压力 毕竟天塌下来还有自己这个保姆在 孙悟范一听也放松了不少 但是比克话是这么说 可真要和悟空战斗时 可不像说的那么简单 最终比克只能怪自己实力太弱 简直是给那每颗新人丢脸了 另一边在戒王欣赏 悟空和戒王同时一愣 原来是悟空的体力终于恢复了 此时的悟空握着拳头有些震惊 原来经历了和贝吉塔的战斗 再次恢复后的悟空实力更进一步了 这时悟空叫助戒王 告知了自己在力量提升的瞬间 好像看到了一些东西 而悟空所看到的是破坏神比鲁斯 黄金形态的弗利萨和扎马斯等等 甚至还看到自己和弗利萨战斗 并且自己还变成了超四和超五 然而对于悟空所看到的这些 以及说出的话有点高深了 即便是戒王也听不懂悟空说什么 随后悟空询问戒王 是否知道破坏神的存在 结果在戒王的认知里 戒王之上就是大戒王 在之上就是最高的戒王神了 对于破坏神 戒王并不知晓 随后悟空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破坏神存在 而这个世界的自己本该死去 但是却被特南克斯救火了 但是在另一个世界自己却死了 同样未来特南克斯的世界也有所不同 有人成功将人造人打败 还将最终的反派杀戮杀死 但是也存在打败人造人之后 特南克斯反过来被杀戮杀死的世界 而造成这些原因的是因为特南克斯 来回穿越过去和未来导致的误差 因为特南克斯的原因 出现了本不应该出现的人造人 最大的变化是人造人的性格变了 未来世界的人造人性格残暴 但是现代的人造人却性格温柔 这些变化都是因为特南克斯一人引起 戒王听完后觉得很震惊 或许悟空口中的破坏神真实的存在 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 随后悟空更是知道这个世界 其实是由12个宇宙组成 自己所看到的画面不一定会发生 或许也以不同的形式发生 于是悟空得出了一个结论 自己之所以恢复记忆变成卡卡罗特 或许是这个世界的选择 戒王震惊地看着悟空说不出话 可突然悟空变成了超赛形态吓坏的戒王 戒王急忙让悟空停下 不然戒王星就要被悟空毁灭了 最终悟空觉得戒王星留着还有用 就直接通过瞬间移动离开了 此时比克等人还在搜寻悟空的气息 而孙悟天和特南克斯的友谊即将翻车 因为孙悟天吐槽特南克斯脑子出问题了 居然要给贝基塔报仇 特南克斯要是再敢对悟空出手 孙悟天也会对特南克斯出手 比克一听急忙让两人置可而至 突然比克震惊了 因为悟空的身影 突然出现在孙悟天和特南克斯面前 所有人看到悟空的突然出现都无比震惊 但是比克却感应到 此时的悟空身上散发出邪恶的气息 砰的一声 孙悟天直接被悟空的大波轰飞 特南克斯健壮立马变成了超赛 而比克察觉到悟空有点不一样了 让特南克斯不要出手 结果悟空率先出手将特南克斯踹飞 孙悟天和特南克斯双双被悟空杀死 如今还有一战之力的人 也只剩下孙悟范和比克 孙悟范和比克到底能不能打败悟空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